Redland Season Bay 由新地發展 坐落於天水圍濕地公園路一號 跟Redland Season 8 是同系列 屋苑的地段設計、定位都很貼近 簡稱孖身兄弟 同樣都是分為三棋 有10棟高座、20棟低座 再加6棟可千八尺的養房組成 總共提供1,996個單位 Redland Season Bay 這塊地 原先作為房業長者屋的用地 在2014年被政府畫為私人用地 而新地分別以19億和22億投得兩塊地 可見樓面超過200萬呎 計算起來 每呎地價是1,850元 這個地價創了天水圍區13年來的新地 新地拿著這大幅的用地 就將它規劃為一個低密度的住宅區 位置上就較偏離天水圍港鐵站 需要駁十幾分鐘的輕鐵車程 而且在屋苑鄰近濕地公園 住得郊野就遇到有蚊重的問題 雖然發展商都安裝了多部大型的滅蚊機 又會定期做些滅蚊工程 不過你我都要明白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世上總有些流氓之蚊 屋苑有30萬呎的園南和會所 都夠了自己用的 而靠路邊的位置 都有30萬呎的商業鋪面 簡單的日用品或飲飲食食都可以滿足 但受限於場地 選擇性就不大 而最近的商場就是屋邨商場的天宅商場 都有超市和角色的食市 再大型的商場和購物體驗 就一定要坐車去屯門市中心 或者過關不上消費 如果生活需要中國兩地酒的朋友 就覺得這個地方尚算不方便 因為有巴士 直接去到關口 大概半小時車程 而外遊去機場有團赤公路 而在價格上 一二手的掛牌算是同價 赤價就由12500起步 但生活一手是比較便宜 大概是14000起步 看看租金 屋苑的赤租大概是30元 以現時賣的兩房406呎去計算 樓價是572萬 租金是12500左右 一年的租回補大概是2.62厘 不高 扣其他雜費大概是2厘左右 所以買這邊 大部分買來都不是為了收租 而是自住用途 投資也是偏少數 那我們現在就入屋 看看這個屋苑的質量是怎樣 走走樓位 其實都幾闊 B1 進來 長廳 樓底就是高一點 然後就有L型的櫃 有一個大平台 又看出去看到海景 深圳灣的海景 這個景觀 這個價值會 而且你又看穿了房子 然後就看出去 非常好 買這家大部分都為了深圳灣的海景 所以不錯 價錢也便宜 平台就用拓門 空間也挺闊的 放一張茶几對著海 喝茶舒服的 場廳擺位也挺方便的 這邊就浴室 站裡為主 這個有一個小的睡房 廚房 也是看到海景的 然後這裡就是廚房 廚房就是U型的選擇 用起來就相當爽 桌面夠用 然後也是看到深圳灣那邊的海景 雪櫃 這家廚房真的沒得騰 唯一一夜就700多呎沒有供應房 但是這個室內面積的所限 再轉過來就兩間睡房 我們先看這間 普通睡房 都是一個角窗 看出去景觀都最闊的 你看濕地公園的景 多漂亮 然後再掃過來這邊 前面深層 這裡就主任房 夠了大家 半架窗 這裡不是落地玻璃 但是都靈遠其實 這邊就主任房的浴室 站在你為主 整間屋看完其實是有驚喜的 而且都還可以便宜的 以這個環境 以這個質素 以這個品牌 值得買的 你們覺得呢? 一個長頁廳 一個外置的平台 然後還有天台 我們稍稍上去 這個就看回內緣了 景觀就不算特別出色 但是 安靜 樓底都托高了 它比普通分層高一點 整個廳就很方靜 擺位都很鬆動 門是飯桌 這邊客廳 然後出去 然後又有一個室外的空間 這裡就是廚房 廚房就是兩邊工作桌面 一邊就是洗廁柱 另外一邊就是一些建設的家電 然後這裡就是樓梯的空間 還有一個窗 當作雜物房用 因為工人房在這邊 還有工人廁 唯一的問題就是沒有窗 這裡就是睡房區 浴室 基本上就是磚石 有棋裡 整個空間或者儲物量都夠 有些櫃櫃都做得很好 這裡就是兩間睡房都一樣 不過看的景觀有少許分別 有少許面壁的感覺 但是這邊就看著濕地公園景 然後就是內圓景 這個濕地公園景算好了 而且看得夠寬 直望就扭對扭 感覺就不太適合 第三間房 都是樓景 然後打側望就是濕地公園景 下面就是內圓景 再轉過來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一略來這邊就做衣櫃 轉過來就是床的位置 都是樓景和濕地公園景 OK 主要浴室的配置就是四件拖 單升盤座次 是企用 配置上是不錯的 一件事就是 扭對扭的關係比較壓迫少許 但是想起價錢還不錯 我們看看天台看一看 這個平台用拖門 看出去 這樣就有一個失開的空間給你活動 然後順著這邊上天台 天台就要自己走樓梯 但是內置的 吸引度好一點 而且用起來就舒爽一點 很大的天台 你看到 開派對 很舒服 然後就有個洗手盆 方便洗東西 整個空間就很寬闊 基本上等於下面四分之三的空間 所以很舒服 還有視野都很闊 上到天台 所以就算你跟對面對望 你都覺得OK 因為你可以看穿它的天台 再看上天 但在下面跟它對得挺厲害 整個樓梯主打是兩種景觀 一個是內圓景 一個是濕地公園 連著深藏灣的海景 你們有喜歡誰 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是路易斯王 我們下期見 拜拜